让台铁器的牙痒痒的列车涂鸦怪客终于落网了 EMU3000列车日前在台铁局的树林吊车场遭到恶作剧涂鸦 而涂鸦怪客狡诈的变状了四次 还换搭多辆继权车逃离 而警方调阅将近200只的监视器影像 拼凑出嫌犯逃逸的路线 也确认涉兰的男子身份是22岁的江姓嫌犯 他才刚从欧洲旅游返台 警方在淘机埋伏江人居提 而他变成只是一时好玩 不知道有这么严重 而警方人是依违反了铁路法 以及侵入建筑物等罪嫌 将他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另外还掌握还有一名外籍共犯在逃